地下道一片昏暗 計程車突然衝出上方車道 車頭著地 重重砸在剛好經過的卡車上 目擊民眾驚嚇不已 南韓首爾4號深夜 發生計程車失控墜落的意外 造成兩名司機和計程車上 一名乘客受傷 計程車墜落後 車底朝天擋在路中央 造成道路封鎖約半小時 幸好深夜車少 沒有造成更大傷亡 黑煙滾滾灿出 遮蓋住半片天空 橘色火光不斷從中亮起 整個港口就像剛被飛彈轟炸 消防人員冒險救火 田一旁的大型消防車 都被燒得焦黑 停靠在濟州南部港口的 三艘漁船因不明原因起火 船上載有8萬多公升的汽油 家具火勢延燒 消防人員花了長達12小時 才好不容易平息火勢 車輛擋風玻璃突然爆炸 玻璃碎片四射 底下的狗狗煞得趕緊逃出 一個金屬罐子滾落地面 原來車裡放了空氣清新劑 受不了烈日曝曬 引發爆炸震碎玻璃 消防人員提醒 只要是加壓過的噴霧 遇到高溫都有爆炸危險 尤其邁入夏季 天氣炎熱 更要特別注意車內物品 記者綜合報導 好